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号10月10日 丧时节对台湾来讲这件大事 所以今天赖清德语出惊人 海外媒体分文报道 我看到台湾的电视录像 赖清德演讲的时候这个言辞 可以这样讲 对于习民来讲是很大的刺激 因为习民这个人心胸狭窄 那么赖清德 这个也是确实态度也比较强硬 所以很容易碰出火花来 而且今天那个丧时节的时候 还把这个陈隋扁请来了 陈隋扁蔡英文现场互动 当然赖清德在演讲当中 也提到了韩国瑜 看来赖清德比较包容 虽然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 也是有一些矛盾 但是你想一个民主的政题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竞选 谁竞选争取了多的选票 谁就上来 很简单 上来以后也不会不包容对地党派 韩国瑜在现场也 我看在那个名单当中 还排在前面 这个陈隋扁是被判刑 也出来了 还把自己那个头 巨油黑黑亮亮的 还和这个蔡英文在那里有说有笑 那么这边是习近平整个大圆桌的 走投无路的习近平把威亚宝请出来了 多多少少的也释放一点小灿烂 但是总体上来看 就赖清德和习近平两个看了以后 讲的这个关系是很紧张 估计接下来中共会 以武统这个声调会更高 果然这一两天说是军舰军机 又开始绕台 吓唬台湾 台湾也不害怕 那么今天新华社的头版头条 还是去吹捧习近平 人家台湾是民主政体 他这个还在搞这个一党执政 而且威权统治 而且终身制 而且是个人独裁 个人独裁这个调门降低了一点点 但是这一两天 还是把习近平渲染夸张 描述给无所不能的领导人 一会儿是小孩的事他也管 一会儿老年人他也管 什么都管不好 你看习近平回信勉励 引令行动 老年志愿者 你就想想白发革命 这才几天的事 白发革命实际上是 李克强的比较信任的副总理 就是这个孙孙兰狗 是吧 你看参加白发革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就和我这年龄差不多少 都是大连的 万人上街游戏 这个是为 在人民广场前 你也看背后的推手 就是李克强的派系 包括孙孙兰 还有武汉 天津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连孙孙兰都烦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 在党内很孤立 实际上 他也不敢给孙孙兰怎么样 据说 这个 75年建政的这个 这个国庆的时候 孙孙兰也出现了 我是没看到 那么今天这个头盘头条 不值得去讲 都是大话套话 没什么新意 那么 习近平祝贺 塞伊德当选 图尼斯总统 你看 就习近平整天 就整个有用的事 你比如说 把赖清德当选了 你就给人家祝贺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侯友谊上来 你也祝贺一下呀 反过来讲 这个 大陆有什么事啊 台湾也祝贺一下 就两岸一家亲嘛 是不是啊 这是你的包容 宽宏大量 你才能干大事 就习近平这个小心眼 就我看他是干什么事 什么的啥 就是很可悲 也没办法 中国这个 可以这样讲 诞生了新的皇帝 那就习近平 习近平还真以为 自己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实际上我看来 习近平没啥本事 他这个就是 搞倒退这个现象 政治现象 就战施了 就谈话一些 我估计很快就会 即使是还是一党执政 新上的领导人 就给他干掉以后 就开始清除习近平的 余毒和影响 是吧 就像对待这个 孙政才 拨起来一样 是吧 但愿彻底的改变 能像台湾这样 三民主 三民主 你就想像孙中三子 搞得很好 是吧 就很有意思 现在听赖金德的讲话 篇幅很长 讲到了很多敏感的问题 下一场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海外外微网转发的一些文章 其实不光这篇文章 很多文章都在谈论 我们来看看 还是看了新华社 习近求远 吃里八卖 该干的事不干 他竟祝贺 图尼斯的总统上任 因为习近平 把自己想象 是一个世界级的领袖 实际上在全世界舞台上 现在已经可以这样讲 人类共敌了 基本上 是吧 你想 公民法庭 已经给他定罪 反人类罪 种族灭绝罪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说仅有的 对吧 你看第三题是将李强 因为习近平怕死 不敢出门了 现在 就让电脚二李强出来 到处嘚瑟 李强是27次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他正在外面外访 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也就通过这会 见见日本韩国的政要 这有必要啊 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领导这个政权 不光是和美国对立 和日本也对立 和韩国也对立 满眼都是敌人 特别孤立 就孤家寡人 那么关于李强啊 这一两天 有些自媒体吹捧李强啊 我认为啊 李强根本不像有的自媒体讲的 说是李强什么 又是什么呀 野兽派 什么大开大合 这一看啊凌人入麻的这个吹捧 李强啥本身 你不讲讲 这个显然就是欠缺啊 因为有些自媒体刚开始办得挺好 后来讲来讲去发现 这个有一些言论呢 实在是匪夷所思 你想这封控三年 之所以习近平不得不让扑 就是因为一百八十大转弯 八十多大转弯 就是因为白痴革命 无数的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啊 尤其是小女孩 你想呢 付出坐牢的代价 再加上富士康的退伍局人的奋力抗争 就是武装起义实际上 给警察豪敦瘦 习近平没办法了 你想乌鲁木齐中路 发生这个事件 对吧 谁都看得清清楚 竟然把这功劳归功于李强 我实在想不通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这个还是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个研究研究 就是这个政治世界是怎么发生 来弄去脉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 都在观察 不是凭想象 对吧 所以一定要 有一些朋友啊 我就是我善于奉劝 你出来好好研究研究 外部的世界啊 千万不要坐进观点 尤其不要给哪些人就是为了去擦皮鞋 擦皮鞋 你说心里话给自己整麻烦了 我不去多讲 有些人都是这样 你就是只能表扬 只要一批评就蹦靠跳 是吧 我要告诉你 就西平纵用这些人 他能干什么 你给我讲一讲吧 他干了现在已经是十年了 你就想想这个秘书 我是知道 很多秘书我都熟悉 我跟你讲吧 你想张家成的秘书 是叫张北万 是吧 安山这个政法委书记 现在判刑了 后来司法 辽宁司法 听厅长 他在安山 你想中文那些秘书都什么东西 不过起来的秘书 吴仁康 扯克林 你说很多秘书都打不交道 秘书都上了 领导人本身一样 领导人如果稍微好一点 秘书就好一点 领导人就是一个 一个坏蛋 秘书也不会好了 我跟你讲吧 上行下校 上联不正下联位 就西平这个德行 你说他中文那些人 他能有本事 有本事中国怎么可能 经济搞得进来的城 是吧 现在人们正在看待 股市变成赌场 是吧 正在宰杀那些 这个00后 是吧 90后那些 小股迷 小鱼小虾 你想人家大的什么 那些资本大 和这个国营企业上市 人家都趁机都跑了 是吧 又留下一地鸡毛 你就想就李强搞这些东西 他没啥本事 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中国的整个政局开始大的动荡 动荡 不要不服 我跟你讲 当年我讲 波西来不是政治进行 马上就要垮台 连Harbor都不下去 Harbor最后还到重庆去接受大熊猫 是吧 怎么样最后 你后来Harbor现在就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 打个工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对不对 所以Harbor到 我所在那个学院当访问学者 多人多大学 美学院来这个视察的时候 那个院长 Flezer 他过去是记者出身 他说如果发email 他说Harbor下午要来 你回来了 一块 见见面 我都没回去 我说我Harbor来 我也不回去 因为什么呢 Harbor虽然是总理不假 确实他是加拿大政友 但Harbor也不挺确 是吧 还认为波西来能够成为政治新兴 那时候波西来还没出事了 所以我也不捧场 你毕竟多人多大学 美学院院长Flezer都知道 说这个加拿大学是有点 是和别人不一样 挺倔强的性格 我都没去 他们有些员工他都照过去 又等着Harbor来视察 Harbor视察视察 民选的领导人 有时间我就去看一看 我没时间 我也不愿意去 就是微信地吹捧任何人 包括习近平 是吧 现在也一样 当然习近平和我都没有个人一缘 他不想波西来的迫害我 我是善意地 就是劝习近平 习近平不听 一直至少整到今天 是吧 你想几年前我到西雅图 西雅图有个哥们 给我创造这个平台 就接受我这个 楚媒的采访 就万维网主持人 我当时给习近平提的很好的建议 他不听怎么样 他听我的 当时我劝的 平反波西来的 就是搞的 640个黑社会 带动全社会的平反 保护民营企业家 能有今天 他不听怨随 不听好人劝 吃亏在眼前 那么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王沪宁 王沪宁今天这个政协14届 常委会这个会议 最大的看点就是胡存华又出来了 胡存华 沈月月 周强 这证明这几个人他动不了 习近平不是不想动 为什么 一个是人家比他习近平这些 麻痹性要干得好 说心里话 我一再讲 中共这个政治舞台上 也就胡存华这个人 能吃苦 其他的都干不了事 我就跟你讲吧 就是年福立强啊 就是正当年 结果 元老们想叫他救党 挡着大船 眼看就要沉默了 但是上不去了 是吧 这也是好事实际上 那么文家宝 坐在习近身边 我跟你讲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就是个大水漫灌 说不定就 跟文家宝给他处的招 现在怎么样 你大环境改变了 已经和以前上一次 那个大水漫灌 这个文家宝那个年代 完全不一样了 我跟你讲 此一时彼此也 那么今天这个 在打击政治一方面 那个习近平又抓了好多人 搞了很多名堂 等一会儿跟大家讲 那么今天这个政协这个会议 还值得稍微关注关注 也就是说呢 到些辈子 元老在保他 或许他这个腐败问题 习近平也没抓着把柄 你看主席台上还坐着 这个胡春华 但是胡春华已经是低着头 说是啊 弯着腰 假装忠诚 是吧 也干不了什么事 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这也是一般例行公事吧 习近平这些政府 我跟你讲 搞的是天动人员的 他这个就是医疗系统 一样的搞得是一塌糊涂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医疗机构 被查实 有的医院造假 假的病治 假的这个 这个体 身体检查 骗什么 骗国家 这个 这个 医保方面的一些 一些优惠政策的钱 对吧 你看这个医院已经堕落成了一个诈骗 那样组织了 现在查出了好几下 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医院都造假 你比如说你要看病 别人没什么大病 他为了整你的钱多开药 是吧 他就给你 无限的夸大你的病因 所以很多人呢都误诊了 这个是确的可能 你看加拿大哪有这事 加拿大没有啊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 你看他不听我的劝吗 如果当初他认真吸收了 我当时提了建议 再下图了建议 我专门给他找个老华侨 来讲这个就是这个民营企业的事 他不听劝 怎么样 今天完了吧 你再出台什么民营经济促进法 没有用啊 为什么 司法不是独立的 当官管司法 党管司法 党管司法 党的领导人 如果人品好 好一点 像人家文家宝呢 可能就相对就收敛一点 对吧 韬光养晦不成霸 修养生机不折腾 你要到了习近平的手 就胡作非 那孙大五 那孙大五就是习近平下令抓着 因为他和政府对着干 是吧 这个河北这个地方官员揍一本 是吧 栗战书这伙人的 你就想想 孙大五这个案子 你不能平反 你再讲别的没有用 什么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国法不少了 有法不义 治法不严 是不是 我看的多了 没有用 叫做大忽悠 我跟你讲 他同样会宰杀民营企业 那就说明他已经非常恐慌了 因为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了 民营企业用脚投票都跑了 我接触民营企业家多了 都是两面派 各个心里都明明白 但得罪不起 那怎么办 把工厂工人都留在国内了 自己的财产都转移了 基本全转 全世界各地都有 只是我别人讲太详细 我要告诉你 这都是大忽悠 你看还有 公共数据 如何开发利用 这个资源 一样 有些数字 你要是用于它 造福人民也行 但是习近平政权 是用它的残暴 这样老百姓 所以王军涛定了个词很好 叫数字极权主义 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 欺亚老百姓 剥夺老百姓的人权 下一题讲到 新华社 接受申报 央行新工具 就为了救经济 首期五千亿 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这没有用 因为你投进来之后 得有铲除 有什么铲除 就拿股市来讲 你的实体经济不行 对吧 你企业不赚钱 那你这个股票再上涨 一直泡沫吧 泡沫破了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完全是自欺欺人 下一题是 乐界年轻人整顿婚礼 这个也是和政治体制有关系 你想这里 你看这里年轻人 结婚的婚礼吧 很简单 你看中国 他们比较 另外有些婚礼 当官的孩子 婚礼都是为了 促使夏季行贿 对不对 我的孩子 我局长说 我的孩子要 要明天结婚婚礼了 这个仪式 请这个夏季来吃个饭 给你面了 你来以后 不包包红包 你不包红包 他整死你 对不对 这都本身不正是风 在加拿大 哪有这事 加拿大很少 你说心里话 那钱 我都不愿意讲 这详细的事 这里就有一个年轻人 特别好 他爸妈妈 那是还是很有钱的 因为他多年的老朋友了 互相走着走着 他小孩结婚 请咱们去 咱们还能空手 每个人就给了 大概没有多少 就一百块钱 一百二百块钱 大家都给 就给了红包 人都退了 都不要 所有参加的人都不要 为什么 他说你们能请假来 给我们捧场 我们都已经非常高兴了 都很感动 所以我看到 那个年轻人 在现场的演讲 我都很感动 你给人不要 就吃了顿饭 所以这里的年轻人 都健康的成长 当然这个不属于行徽 这个都是 大家没有什么互相 那些什么利用关系 就是友情 也愿意表示表示 对不对 你表示人也不要 全都退了 我听说都退了 我当时听了消息 我为这个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 就是感到感动了 我就说 这小孩站好 你说他怎么好 这个程度给不要 就全都是一个都退了 所以我们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 我发现就随着加拿大就改变了 一点点以后就没有这东西了 参加婚 你来拎他两瓶红酒就行了 把他喝一杯酒 大家坐喝的酒吧 你看中文国那些 笔红包的时候 那些科长 处长 那比如说你是局长吧 你这个管 这个范围 你都得给你送 送少了 送少 第二天他就整你 是吧 整的你要死 是吧 还有的不光要钱 还要色 这个事儿麻烦 是吧 你再看下一题 青春养老人 这都胡扯 你就想 这养老子什么 就靠政府来养 你想咱们还靠孩子养老 孩子早就结婚都走了 孩子 还有孩子的孩子 再生 就是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你谁管你 那就靠社会 什么社会呢 就是65岁以后 什么都有 18岁以前 什么都有 你看这点小孩 我从来没听说 多人都拿大学 哪个小孩 家里没钱 上不去大学 买不起书包和书本 你去看看吧 那个个都很幸福 那小孩一贷款 都说20年以前 以后还 有时候咱们开玩笑 说还不上什么 还不上就不还吧 你看动不动 政府就开始减免 说多少 说欠那个 这个 这个 住学金的 是吧 这就是 这个住学贷款 我不太懂 我看多大 很多小学学者 我就问他们 他说 哎呀 带就完了 我带了四万 我说你带四万 什么时候还 等工作以后慢慢还 我说那能还上 还不上 政府也减免呢 怕什么 是不是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老年人也是一样 是不是 所以说 中共媒体造谣 说是这个 说张国焘 在那个老年院 冻死 那是假新闻 共产党编造 就是意思 你别背叛国党 背叛国党 你得冻死 你去看看这个老年院 你就想冻死 都冻不死 你这不愁扯吗 那老年院 好得不得了啊 我经常去啊 去以后 有的老朋友去看他 老的独者去看他 你看早上起来 那个桌上 摆着那些水果 他不吃 我说你怎么看 不吃了 吃不下去了 你吃了 我也吃不下去 我在家都吃饱了 我到这来吃什么东西 就在看看他 是吧 办点小事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 就一起游泳 是吧 一些老年人 你别说 都瘫痪了 还整个轮椅 到水里泡一泡 还有升降机 到游泳池 这么有个机器 把它升在里边 它在那里泡一泡 再升上来 你看这个国家多好 是不是 这是人间的天堂 我就来晚了 我要一岁就升在这 现在我多好 是不是 下一题是叫 外交部 奉劝美方 不要挖空心思 抛制新名词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你看 整天和美国打嘴杖 那么中美的新闻今天很多 等到下场回来和大家谈一谈 那么在药文局叫 还有陈雨晴 农历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存在乎扯 就吹牛皮整天 你这里的媒体哪有报道这些东西 这里一报道 揭露你的问题 哪个老年院 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问题 你看 这里往死里揭露 全是揭露黑暗的东西 人也也不抓记者 王小红管口计算 是吧 就应该这样 报道不要报道好的 为什么 好的是应该的 还能讲老有所养 你北来就应该有所乐 都要快死了不乐了呀 啥呀 是吧 你看我哪天不喝点小酒 昨晚又喝了点 是吧 都很乐 你不乐都不行 是不是 就习近平统治的政权 每天这个媒体就在撒谎 整天就是做些没用的事 是吧 媒体啊 就是应该是 这个批评政府 政府干得好是应该的 干不好 干不好就批评 有的时候干得好 一时候你不好 那个叫什么 叫海德 是吧 叫海德 那个多伦多市长 市长啊 那有意思 干得那么好 天哪掉到毛病 说是吧 把他整的最后 一直到最后 这个还打一场官司 打官司 钱自己拿的 就是律师费自己拿了 四万 是不是 想一想这有意思啊 那其实那人 我认为他干的还是兢兢业业啊 这个陈以勤 就是大忽悠啊 其实也是个腐败的官员 你就想想 王贵玉都塌了几个亿 他也没少塌 只不过他维系的吹捧习近平 习近平放他一马 对吧 还有国家医保局发文 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 就医保基金呢 好多这里边都存在一些问题啊 还有这个世界知识产权大会 首次在我国举办 还支持产权 人是嘲讽他 其实这个在哪里举办呢 东道就是做东西 就是你花钱 你愿花钱都到你这举办 是吧 来白吃白喝白乐 习近平真傻 他吧 有了钱 他不给自己国民 创造好的效益 他整天整个花里胡哨 是吧 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整天就是干什么 没有东西 你想像你国民创造的财富 好好为自己老百姓服务 如果有了条件 略为限点二线就可以了 他整天在外边 大忽悠 就特别好虚荣 又没啥本事 一般这样的人都是这样 东北话讲 就是出去瞎嘚瑟 把自己家人不管 是吧 所以为什么给中国搞到 今天这程度 和他这个性格有关系 还有这个889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功能再升级 他因为现在经济一塌糊涂 他着急搞贸易 还有世界知识产权 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 营收稳松有盛 这每天都讲自己好 再就是批评赖兴德 赖兴德的刚刚讲到了 搞不好将来可能台还会出事 因为什么赖兴德 言辞也比较激烈 习近平心情有狭窄 他就搞不好碰出火 火花来 是吧 还有这个 八个月服务出口总额增长14.3% 这都是假数字 我就跟你讲 就为了稳定人心 编造的 还有国内的汽油 柴油价格 每一吨 分别上涨140和135元 这是真的 是吧 还有这个 可天流量 突如其来 山西文旅 何以上分 现在您的承认 就是这个旅游业 还是不错的 另外抓人是实在在的 你看又抓了一个人 中国人民银行 原副航长 范一飞 受飞案 一审宣案 这个是建制王岐山的 这都王岐山铁哥们 今天王岐山铁哥们 又抓了一个 就海南省 又抓了个官员 那一看就是王岐山铁 这说明什么 老王这是 触弄了习近平 习近平跟他翻脸了 开始收拾他 还有全国跨境赌博十大 射弹逃犯 吕某投案自首 就抓人方面 那习近平是绝对的 你必须承认 习近平同志的国家 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 就是抓人 让你感到恐惧 我不赞成这个 你治理国家是一德治国 对不对 一法治国是一个方面 你要多多给自己 自己做出好的榜样 习近平本身做的是坏的榜样 你像习近平 你像搞这套名堂 就是人治社会 根本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社会 那么今天在 这个人民日报的网站上 我这是刚才打开 打开看到了一些新闻 一个是张国庆 这是新华社没有的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庆 有一个活动 他提出着力保持工业稳定增长 因为他负责这工业工业 现在搞得也是很不景气 他很着急 他这个人到了兰州去了 他在甘肃兰州调研 调研期间 他为什么到兰州 甘肃去 我认为也和内斗有关系 因为现在他这个反腐败的重点 先由这个先派黄启帆 这个刘启帆在内蒙 然后搞到辽宁 辽宁搞到清台去了 对吧 那下一步他要搞甘肃 为什么 甘肃是这个 王岐山的老子 这个这个旧部 以前的旧部下 林夺的大本营 他现在是建制林夺 刚才我讲到了这个王岐山 看来习近平下一步 这反腐的立件 寄送在老王身上 那当然他也可能找这个林夺的茬 如果从我观察看 林夺基本上还是个老实人 也就是他 他这个人四平八稳 他虽然是王岐山这个嫡系的 他也比较小心 说不定习近平也很难抓住 他的这个把柄 那么今天这个范一飞的新闻 还有这个其他的腐败新闻呢 我们通过中纪委的网站 看一看他还抓了哪些人 因为他抓这些人 这个视角很容易观察 他是否现在控制军队和警察 他控制军队 他就能控制中纪委 因为现在没什么道理可讲 就是看军队支持谁 那么我们看看中纪委的网站 今天抓了谁 海南省纪委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陈孝波被抓 你看 这就证明他开始琢磨老王了 这些人都是老王的敌戏 一般的官员呢 这个地区干久了以后 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地区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 今天出台的 就抓的新的当官就这一个 那么其他的新闻等随后 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谢谢 我们下午 vid 这ains 我们下午 电容